别再经历一场通货膨胀就好了 油电再次双涨 瓦斯野涨也冲击这个民生物价 物价呢不断的飞涨 通膨恐怕是跑不掉了哦 你回头看看民国38年以前 当然我们都还没出生 但是历史是写在那儿的 那时候台湾通货膨胀 家家户户随随便便都有个上百万元的积蓄 但是钱实在太薄了 一张台北到头城的车票呢 竟然要一万八耶 现在的一万八都可以拿去买机票了 画面上两张台铁旧火车票 外观涨得几乎一模一样 但仔细看八堵到头围的这一张 上头写着五十五元 另一张台北到头城 票价竟然要一万八千元 怎么会差这么多 这个就已经新台币 发行新台币 这个旧台币一万八千块 专家说原来是因为民国38年以前 当时的台湾局势混乱 物价通膨加上货币贬值 才会有这一万八千元 天价车票的产生 直到政府改革壁制 用四万元旧台币换一元新台币 通货膨胀的情况 才顺利抑制下来 专家说这一万八千元的车票 如果拿到现代 高铁都可以坐个十来次 虽然天价车票是因为当时的时空环境所造成 但对照这几年民生物价狂飙 人民的日子也过得苦哈哈 只希望政府能多花心力 稳定物价 别让通货膨胀影响老百姓的生活 中日新闻李一生 陈昭古 宜兰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